大家好,我是一南天,欢迎来到一博士风水智慧讲堂。 首先,我来自我介绍一下,一老师是一南天原本地理风水研究院院长,同时也是陕西省教育研究会的特评教授。 如果你想找一南天老师一对一深入交流,加微信775517536。 今天,一老师为大家带来一个八字命理的案例分析。 这位命主主要想来了解一下自己,适合做什么事业,在什么行业去发展,财运的走势如何。 他说,现在的年纪已经不小了,可是还没有女朋友,那么什么时候成家,婚姻孕又是如何的呢? 我们一起来看下这个八字。 全资。 全资。 紫四年。 丙子月。 丁毛日。 丙武时。 大运事。 以害。 杂虚。 鬼友。 人生。 心慰。 心慰。 耿武。 耿武。 紫四。 勿尘。 这个八字呢,丁。 御主丁。 生。 子月。 不得令。 。 因为呢,丁属火。 子呢,属水。 水呢,是克火的。 子水呢,是丁火的七萨。 丁火救萨是茅木。 丁火。 北印。 有生生之功。 地支。 四。 五。 拱火。 子五相冲。 再上茅木。 生火。 地支啊,形成了一片木火之地。 同时呢,月干和石干的丁火。 挂脚偷出帮生。 所以说啊,丁火呢,虽然生在冬天,不淡不落。 反而呢,是生旺之命。 丁呢,是灯心之火。 最不喜欢丁火来蒸灰。 而天干两柄透出。 丁火在丁火之下呀,显得暗淡无光。 笔节太重。 代表着有克服的倾向。 见财争财。 容易犯小人等等。 圆局中的火呀,太重。 需要有水来调后。 同时,最好呢,有金来置木生水。 还可以卸火。 但是呢,圆局中的金太弱。 只要在粘枝上面,隐藏了一个根金。 所以呢,是一个身旺财弱的命局。 用神呢,是金和水。 水。 地支啊,特别需要有金。 水呢,也可以有。 但是呢,不要多。 。 既神是木和火。 圆局中的木、火、太照。 既神旺没有得到克制。 但是,用神衰又不明显。 所以啊,这个八字的命局呢, 一般是个中下的命格。 那么他的事业和大运的走势是如何的呢? 。 八字中的笔节啊,太重。 性格呢,有点孤僻。 不够合群。 容易犯小人。 缺乏贵人扶持。 有爱于事业和婚姻。 事业上呢,由于财星太弱。 笔节又太重。 不要轻易去重商。 适合做技术类的工作。 最好单干。 避免合伙。 适合做五行啊, 跟金和水有关的事业和工作。 这边呢, 食神透出。 只要勤奋肯干。 善于去学习的话, 肯定是可以找到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。 而且呢, 会有一份比较理想的收入。 不过呢, 劫财夺财。 劫财会夺财。 大约的一生中啊, 花销也很大。 很难存得住钱。 最好的投资是不动产。 这个八字呢, 从九岁开始行大运。 九岁到十九岁之间呢, 走的是以害大运。 和年柱这个子寺, 是天科地充。 年柱。 年柱代表着少年时期, 大运充年柱。 而且呢, 年柱又有一马星。 大运充年柱。 那么, 少年时期啊, 会奔波无靠。 从小父母外出, 以自己的缘分薄弱。 鞋月上面呢, 也基本荒废掉了。 年柱逢充呢, 也代表着祖上啊, 没有福音。 家道, 到了你这一代呢, 已经中落。 体现为家庭变动大。 早年的经济困难。 父亲呢, 感情不和, 等等。 十九岁到二十九岁走的是, 甲虚大运。 甲木透出, 和这个吉土, 有和。 吉土呢, 是十神, 代表着才华和能力。 一旦有和啊, 那么, 才华得不到施展。 也缺乏好的平台和机遇。 所以呢, 这十年啊, 还是碌碌无为。 婚姻啊, 事业啊, 都无穷着落。 二十九岁到三十九岁之间, 走的是鬼友大运。 这十年的运势啊, 就逐渐好转了。 鬼, 祖水, 肉, 祖金, 都是你的喜用神。 但是呢, 鬼友和玉祖的丁卯, 又是天颗地冲。 玉祖呢, 是婚姻宫。 婚姻宫被冲, 主要体现为, 婚姻方面呢, 因缘薄落, 婚姻难求。 恋爱相处的过程呢, 磕磕碰碰。 很难使得感情长久发展。 这个大运里面的, 二零二零年, 二零二零年, 庚子年, 也就是金年。 庚金透出。 庚呢, 是财星, 也是七星, 代表着七子。 子水呢, 是桃花。 所以呢, 今年呢, 今年是七星加桃花的组合。 可以看出啊, 今年呢, 你会有女朋友。 要么呢, 是自己遇上的。 要么呢, 是朋友介绍的。 总之呢, 会有恋爱的机会。 2021年, 明年呢, 是辛丑年。 为时商生财的年份。 这一年呢, 结婚的几率啊, 会很大。 因为呢, 援局, 大运, 流年, 构成了, 四, 有, 丑, 三和金局。 金呢, 是财星, 也是七星。 结婚运呢, 是很旺的一年, 要好好的去把握和珍惜。 如果到了2022年, 你还是单身的话, 后面的运程啊, 对于, 你找对象来说, 阻碍, 或许会更大。 不过呢, 到了39岁, 进入了, 人生大运。 一切呢, 就会慢慢的, 顺利和顺畅起来。 39到49岁, 这十年大运呢, 很不错。 是个, 财官大运。 不管是求财, 还是婚姻, 还是家庭, 事业, 或者说是你的, 人脉关系, 和人缘, 都会好很多。 49岁到59岁走的是, 欣慰大运。 这还算可以。 59岁之后呢, 就不太理想了。 笔节, 客彩, 也损期。 所以呢, 你的晚年呢, 运程不太吉利。 而且健康方面呢, 也不太好。 脂水, 太弱。 脂呢, 代表着肾脏。 八字中的脂水太弱呢, 会容易造成这个肾气不足。 经常会处于亚健康的状态。 这个八字,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。 喜用神呢, 是精髓。 适合到西方, 或者北方去发展。 这些方位呢, 适合你求财。 2021年呢, 结婚运最好, 应该好好的去把握。 未来的20年大运呢, 还不错。 只要勤奋去做, 机遇呢, 还是有的。 一般八字笔节中的人呢, 工作的类型啊, 都会比较辛苦。 赚的呢, 是辛苦钱。